中元节的来历和传说 中元节也就是人们口中常说的鬼节 是在每一年农历的7月14日 道教称为中元节 佛教称为于兰盆节 民间就称为鬼节 7月半 相传地藏菩萨 也就是人们口中常说的阎王爷 他的母亲去世之后来到了英曹地府 被关在牢房里 少不了受18层地狱的那种折磨 地藏菩萨是个十分孝顺的儿子 看到母亲受罪心中实在不忍 在7月15这天竟然寻私情 让看守牢房小鬼 偷偷地把牢门打开放她母亲出来 谁知这一开门不要紧 牢房中的小鬼们也都蜂拥而出 跑到人间危害百姓 所以就有了7月半 鬼乱窜之说 那些跑回家乡的鬼 纷纷向家人索要钱财 以便回去用来生活和打通关节 希望早日脱生 后来人们把这一天就定为中元节